朋友们好,欢迎来到催花姐美国慢生活频道 这两颗月季是去年三月份我扦插移栽的 刚刚一年的时间,长得这么大 月季非常容易养,而且全年开花 非常值得种植 这个阿千牛是三个月之前扦插的 现在已经爆盆了 这芙蓉花修剪以后,你看已经发出了嫩嫩的绿芽 希望今年春天也可以开花 这一颗小月季也是两三个月之前 移栽千叉的 还有些长春花,我们有修剪 让它自由生长在这个地方 这里有三棵,原则上应该叫三堆的香蕉树 这是我们搬家以后,我家先生买的第一批植物 是南美的非常小,而且香的非常好的香蕉品种 但是可惜我们这里不够热到冬天,它总是干掉了 今年冬天更加冷,它也几乎死掉了 我家先生当这些香蕉树当孩子来养 还是没有接触胜利的果实 看这一堆是完全死掉了 所以这一棵柠檬是我牵插的 刚刚两年的时间 前年的春天移栽 你看今年的春天,整整两年它已经开花了 因为原来这里是香蕉树 所以它就伸着脖子长了出来 吸收阳光和水分 生理力非常的旺盛 希望今年可以有柠檬 香蕉像宝贝一样的种植 没有结香蕉 可能今天要把它移出去 这个柠檬呢 在这个中间的位置竟然成活了 而且开始结果了 种植就是这样 有时呢,会给你意外的惊喜 有时呢,会让你的希望落空 这就是我们种植人必须面对的 今天就把这个香蕉树给移出去 让它自生自灭 这里呢,种种花树 种种大红花,还有芙蓉花 今天是2021年的3月29号 也算是给他们做一个笔记 祭点吧 你看这香蕉根刮出来很大 这个根还没死 等一会把它移到饭室的外边 等一会把它移到饭室的外边 这也是做一个记录 谢谢大家 带朋友们参观一下 我的花园 今天带朋友们参观一下 我房间屋后的 零丁丁的提醒开来的花 有萝卜花 现在虽然还不是月季 非常 这是芙蓉刚才修剪的 这是双色的大红花 黄色 红色 这是爱牵牛 这个是蝴蝶花 这是青茶的月季 一颗月季变了很多颗 出来已经 长春花 还有兰花草 这个是前院的珠顶红 这也是粉色的大红花 门口的爱牵牛 这红色的大红花 也是前门口的 大红花一年四季都开花 珠顶红只有春天才开花 我这里有三种主顶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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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都可以出来赏下花 感觉也是挺好的 这一颗是千层红 我们也叫它炮长花 谢谢朋友们的观看 就这样做了 我们要去切成一个小时 这个小时的小时 还有一种小时的帅 就是在一种小时的小时的小时 这样做的小时的 但是我一直没有要做 我这次做小时的小时的小时 我可以拿到小时的小时的小时 就要用一种小时的小时的小时